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新增了28例的本土病例 有1人死亡 双双创下了三级警戒以来的新低 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强调 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解封 由于台湾是一日生活圈 因此会全国整体一起考量 而不会以县市为单位来解封 新冠本土疫情周一五号新增二十八例 本土病例 个案分布以台北市十五例最多 其次为新北市五例 桃園市三例 苗栗縣两例 屏東县 基隆市及新竹县 各一例 另外也新增一例死亡个案 單日新增確診人数及死亡病例数 双双创下疫情三级警戒以来新低 针对这一波本土疫情指挥中心分析 五月十一号到七月四号 本土个案累计有一万三千六百多例 男女各半 重症个案两千七百多位 将近两成 在重症个案中到四号为止 有六百七十五人死亡 六十岁以上占九成 八十岁以上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十四点六 进一步分析前一百例死亡个案 平均年龄为七十三岁 近八成有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史 五月十八号到六月二十四号 死亡个案六百二十二人当中 有一百一十一人 签署DNR 拒绝插管急救 有将近两成比例 另外在单株抗体治疗方面 以台北区为例 六月到七月间 已经治疗六十四名个案 成效不错 使用了这些单株抗体 当然对病人是有 目前看起来是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确诊个案数减少 外界关心 三级警戒 已经延长到七月十二号 是否有机会降级解封 陈时中强调还没决定是否解封 而且不会以县市为单位解封 而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周六周日两天 共有二十一万六千多人次接种疫苗 累计全国接种人数为 两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次 疫苗覆盖率大约百分之十点五二 至于接种疫苗后 不良事件通报 三天以来新增七十二件 疑似接种后死亡事件 则有二十一件